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对中政策演说 强调美方不寻求和中方对抗 但中共所作所为正和世界脱离 冯进平发表告别立法院演说 强调处理太阳花学运时不留血落幕 无愧于天地 南韩前总统蒲警惠闺蜜甘政案重审 三星少主李战荣恐将再次入狱 深渊香港 谈判民间团体在台北228和平公园 重建港铁太子战的追悼墙 更详细的信用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八点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